第25題 當蘇芸加X金屬球靠近 並輕觸Y金屬球如圖二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曉得 當我們這個金屬球靠近帶電體的時候 會產生靜電感應 近端會生異性電 遠端會生同性電 當我們把SY兩個接觸的時候 他的正負電會中和 但是我們交過 真正會移動的只有負電 所以是負電荷移動跑過去 跟我們的正電荷中和 我們正電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有負電荷從X跑到Y 所以第25題問我們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A X金屬球的負電荷會部分轉移到Y金屬球